悄悄你都是从哪听到这些的 就我的一些朋友说的呀 不是有一次我英国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吗 不知道怎么的就说起咱们国内的编剧了 然后我就随口的提起了康言伟和林月牙 然后他就跟我说 真是可惜了康言伟这么好的一个导师加编剧 居然被这样的一个女人骗了 最后我就问他呀 然后他就给我讲了这些事 感觉他有很多很多的秘密 你怎么样都走不进他的心里 这是孙敏对林月牙的评价 那日他听孙敏说起时 他还觉得应该是孙敏大惊小怪了 毕竟 以现在他和康言伟的婚姻状态 他有所隐瞒 或是不让康家人去云都拜访 于他看来都是有情可原的 只是如今再听成俏俏这么一说 陶乐乐也不免有些忧心忡忡起来 嫂子你别往心里去 我也就是听我朋友那样一说 事实是怎么样的还不一定的 不过要真像我朋友说的那样 你也别怕 想想你男人在京都多牛啊 还怕他 他要是真敢对你动什么歪心思 再纷纷中灭了他 他有心想跟他说起关于林月牙的一些事情 但是现在想想还是算了吧 虽然也就差不多十几天的功夫没来家里了 成俏俏都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快要想死毛毛和重重了 狠狠地抱了他们 亲了他们一个够 才又和袁姐和王姨打起招呼 几个女人在一起还没怎么聊两句 外头就传来一阵车响 成俏俏凭着声音听出来 那是成俏之的车 结果成俏之不过是刚刚才进门 还没来得及换好鞋子 小魔女就一把扑上去 直接跳到她身上 纵使成俏之的身体素质很好 也纵使小公主的体重很轻 她这么冷不丁地一下 还是让老男人差点把腰都给闪了 下来 不要